他沒有說什麼 我拉上來之後 我問他需不需要叫救護車 保全人員訴說 深夜在碧潭旁巡邏 救援民眾黨發言人林子宇 將他拉上岸 原來30日晚間11點左右 在新北市新店區碧潭西岸 林子宇不明原因落水 附近調客發現後赶緊報警 在那個水裡面怕我走 他自己一個人 對 他們在東岸找沒找到 我就想 應該是在西岸 我就趕快過來看 就看到他手在上面 林子宇生命跡象正常 送往新店更新醫院治療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新北市議員陳士軒 都趕往醫院探視 由於林子宇去年大選 曾被列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今年3月接任涉外事務部主任 這次落水事件引發關注 但詳細的落水原因 仍在警方釐清 論新聞新北報導